透過畫面可以看到一輛藍色轎車快速行駛在道路上 接著竟然不顧用路輪安全 直接跨越雙黃線逆向超車快速左轉 但沒過多久又在另一條路看到他 這輛藍色轎車依然顧我 一路違規跨越對向道 超危險行為也全部都被後方駕駛擂了下來 來聽目擊民眾的說法 事發在六號上午將近八點 依然是農泉路附近 目擊騎士說這一輛藍色車輛駕駛 不只會違規超車 還會瘋狂按喇叭 甚至鬼喉鬼叫 懷疑他有可能精神異常情緒失控 才會亂開車 只是當時正值上班 尖峰時段駕駛不顧安全的開車行為 不但會吃上罰則 更會影響其他用入人